欢迎收听福音清谈节目 号角星 节目主持 刘海明 欢迎收听 号角星 号角月报六月号的主题是六日创造 我们都置身于神用六日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每日忙碌的生活可能令我们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梁林天威博士会藉着一次欧洲旅行的体验 带我们去欣赏和学习珍惜神的创造 欧洲对于我们这些住在亚洲的人好像很遥不可及 我以前去欧洲大多数都是去大城市首都 开会因为工作 但是今年我就是趁着未曾到夏天旅游王贵 先去看看法国 德国 瑞士的小城 第一个城就是德国历史悠久的小镇 这些小镇充满了17世纪的气息 他们的建筑都是用巴洛式的 就是很豪华的 以及歌德式的教堂 但是室内虽然是保育着这些建筑物 但是里面是很现代化的 一切的摆设在里面都是简约的 以及室内是不开冷气的 也都不怕打开窗有蚊虫 因为没有蚊虫的 另外空气非常之好 政府也在保育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包括不准大型载客车 入某些城镇 有些城市除非是电动车 不准入 还有些地方是不准开冷气 直到气温上升到某一个度数 以至不会影响空气的质素 如果我们去一些公共设施 或者洗手间 我们发觉是很干净的 因为这样我们都自己会检点 因为作为旅客 我们看到那些公民这么注重整洁 我们就很欣赏 特别当他们愿意很忠诚地购买水果 以及用洗手间的公共设施 是没有人收费 没有人暂光的 但他们很诚实地付钱 那这些就是政府和官民努力的结果 就是这些绿油油的小镇 有很纯泊的民风 还有好的服务 那让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旧约圣经提到 上帝对于属于他的子民 有以下的要求 他说他要领我们出来 令到我们在耶路撒冷居住 使我们做他的子民 他要作我们的上帝 都要凭着信实和公义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要各人 要与轮舍说真实的说话 还有要在城门口住 按着真正的公平来審判 令到彼此可以和睦 亦都不会说任何谋害轮舍的说话 不起假势 因为这些都是上帝对市民的要求 可能这些小镇就是上帝创造的原意 那当我们继续去很沉迷这个大自然美景的一刻 就参观到King Ludwig II的宫殿 就觉得很奇妙 因为他的宫殿是漂亮得不得了的 这个人这个Ludwig II也是很英俊 高大威猛 还有很懂得打仗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建了这么多宫殿 用尽他的钱财 他又没有结婚 他选的宫殿都是远离民居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要搬些东西进去建多贵 所以最后他就用尽他的家产之余 被他的国民痛恨 所以最后他和他的精神科医生 都是无端端好像死了 有些人就说他不是自杀 可能是被人谋杀的 那这些金堆肉砌的古堡 竟然成为了他自己的繁荣 令到人觉得很可惜 那我又想到圣经说 就说我们观看上帝所造的天 和所陈列的月亮星寿 就想到人算什么 竟然顾念他 也都比天使微小一点 令到他有荣耀和尊荣 为他的冠冕 他又管理所有的鱼 生畜 空中的鸟 全部都归于我们的管核 只可惜人是很容易萌生骄傲 或者是自我无限膨胀 以致他是自我毁灭 那我想到传道者 在传道书提醒我们 要趁着年休的日子 好好地纪念做我们的主 因为有一天 我们将会因为自己的行为 是受审判的 到一天下来 就是一个旅游的高潮 那我们就有机会 坐火车上到雪山顶 就从一个比较近的位置 去遥望这个 马达雄峰 那很奇妙的 就是那几天都落雨 和很重的 很重的云 但是呢 我们去到那天 我们就拼命去祈祷 那一上到山顶 去看这个 马达雄峰那里 就留意到那些云 慢慢地散去 以致到 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最高的马达雄峰 那个山顶 越来越清楚的 那这个太阳就照射了 我们很感恩 就很欢呼 因为我听到 我自己很体会到 上帝是听祷告的 那最奇妙的 当我们离开 那个观望的地方 那天又是转灰色 而且那些云又重新一次 把马达雄峰掩住的 那我自己感受到 就是 这一大片 无论是白色的山顶 或者绿油油的 阿尔卑斯山 这个地方 全部的山 都是这么壮大 和宏伟的 就好像圣经 和一些歌 那里怎么说呢 就是说 众山怎么围绕耶路撒冷呢 上帝也照若围绕 他的百姓 直到永远的 我们一路继续去的时候 就继续留意到一些 细细的小镇 每一个小镇都见到 有一个尖尖房顶的教堂 预立在很中心的位置 那我的导游就说 其实从这个教堂的大小 就可以略知到这个市镇的人口 那我就很羡慕 还有祝福这些居民 因为他能够住在一个 这么完美的创造的环境 都祝福他们能够放下 这个为我独尊的心 用一个谦卑的心 去配合大自然的旋律 和生态的平衡 以至到可以和主一起 走每一日的旅程 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